这里是Homebe Island商铺最集中的一个算是商业中心吧 当然这个在国内也就是一个小集市了 那我们就乘搭小集市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集市有的几个商铺哈 这个是个冰淇淋店 冰淇淋店的门还搞得花枝照展呢 这个柱子也都是色彩缤纷的 这里大概有八九家店吧 这个是个服装店 没什么人 再往前走一下 这个衣服很普通啊 这里有一个瓷器店 看一下有没有卖什么特别的瓷器 这里的瓷器应该是岛上居民自己手工做的吧 应该不可能是从外面进口的吧 看一下有啥 有一些岛上风格小贝壳之类的一些瓷器 这些都是一些小杯子 来 应该是泡茶用的吧 或者装一些牛奶 这些小动物小羊羔 这些挺好看的 看一下外面有啥 这是个房产中介 看一下这里的房子要多少钱 差不多 差不多这里的都是八九十万的房子 海景 海景房 这个稍微小一点 差不多 差不多 在海景房 四个房间 八九十万 比维多利亚便宜三分一吧 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的玩具店了 今天游客算挺多的 但都在沙滩 这家是一个类似于酒吧吧 看一下里面 这卖服装的 小碎花的衣服 大多数的衣服都是海盗元素 里面有啥 里面有一个咖啡厅 看一下咖啡厅的装饰 有一个壁画 画了一堆色彩斑斓的床 那里面基本就是杂草中山了 一堆小木凳 小木桌 比较比较原始 但加拿大的这里的人嘛 就喜欢这种天然的 木桩啊 小碎花小花园啊 我们现在去外面走一走 看一下有啥 这家也是卖服装呢 帽子啊 各种小工艺品吧 这些帽子就比较普通了 国内的旅游景区到处都是折太阳用的 这里有一个休息区 几个木板的看一下走出外面 看一下有啥 看一下马路对面是什么东西吧 这个小镇呢 不是小镇小岛啊 一千人不到 能有这样规模的祭祀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可能呢 这边游客比较多了 夏天的时候游客多 所以这些祭祀上的生意都还不错 这边好像好像是一个花园啊 进去看一下 哦 里面是卖水果和卖各种 各种鲜花 植物的一个小农场 就是一个小花园了 哇 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面积挺大的 它挺空旷的 这边卖水果 往前看一下 前面有一个小房子 房子外面各种各种花卉啊 看一下这边有啥 这边用木头架卡一个架子 卖一些篮子啊 衣服啊 裤子包包啊 看一下这后面有啥 后面好像比较空旷 有一个入口处 哦 这里是个停车场 停车场 还有些放土堆的 往前看一看 还有啥 这里就是一大片的花花草草了 这里有一个温室 外面好多小花花 小草草 还有一些漏漏 漏子 来看一下里面有啥 哇 都是些挂栏啊 漏漏啊 各种奇花异草 后面有啥 这里面积好大啊 这里是可以吃的一些植物 平时这个洋人做菜的时候 沙拉或者煎肉啊都可以放一点 各种各样也说不出名字 看看就好 后面还有 后面这个盆子就他们的种植基地了吧 平时种完以后 长差不多放出来 好了我们往回走 这家卖店主自己设计的一些手工艺品 这家是饮品店 像这种小岛上这么热的天气 饮品店应该很好生意 这个是卖蔬菜和水果的 远处的桌子还卖一些蜂蜜 看一下 品种不多了 跟那个超市里的品种差不多 就这些 今天的天气呢 非常的眼热啊 岛上的 这个人呢 三 这个 这些店铺 集市这里啊 人不是很多 应该都去沙滩了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以沙滩为著名的 一会呢 我们也会去沙滩看一下 看一下沙滩到底什么情况 这家饮品店好像卖的东西挺多的 看一下有什么吃的 这边是沙滩 这边是沙滩 各种荧药哈 看一下点啥 这边是果汁 老婆点了一个西瓜汁 颜色好淡 不知道好不好喝 吃一口 看一看是什么味道 很淡 没什么味道 老板说 这个松果可以随便拿不要钱 他就他也是附近捡的了 这么大 这个店卖的东西都是花园的挂件啊 园艺的东西 把它放回去吧 这里的这个店老板也很质朴啊 在外面捡的那么大的松果 说你想要就自己拿去 也不要钱 免费拿 也是不好意思拿的了 等一下进去这里买点花 然后再拿一个松果 摆在花园挺好看的 今天这里啊 收获还是挺大的 我们走进这家店里面看一下有什么 衣服也有卖 就是各种挂件白色 明星片衣服 花花草草 香精 这些是我们今天买的这些小植物 小盆栽 细细长长的 这些还有卖花种 小店不大 什么都有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附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沙滩了 这个沙滩据说 历史非常的悠久啊 据说还有化石 现在我们就走去前面看一看 你看 这个park 还挺大的 这里是 各种的景色都放在上面了 这是这个岛啊 Demon Island跟Homby Island的地图 下面 下面 目测啊 目测啊 这个沙滩挺长的 前面都是一大片草皮 草皮上 有些零星的野花 这个上面有各种的生物哈 这些鸟它都飘出来 还有一些 古老的海洋生物化石 那估计应该早就被人捡光了吧 一会下去看一下 能不能捡到化石啊 捡到就是正道了 好 现在我们 话不多说 赶紧下去看一下 这个沙滩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沙滩 人挺多的 这个也算聚集了吧 目测一定超过50人 这边这一侧还好 人不是那么多 看一下那个牌子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有有卖人鱼 还有扎头发的 这个小伙子好像会做生意啊 在这里卖东西 这个沙滩呢 还是有点细沙的 比维多利亚的沙滩呢 沙子多了一点 维多利亚沙滩很多都是黑沙 或者是小石块 看起来就不怎么好看 这个浪还挺大的 现在下去玩玩水 水还是有点冰的 虽然今天司机20度 这里有一个 一个花格 空的 老婆的脚好大啊 好白啊 我感觉老婆的脚跟我一样大 大脚大脚老婆 挑逗一下你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了 下一集我们会住 岛上的一个帐篷 体验一下帐篷生活 拜 下集见